那接下来我们来进行小记哦 小记可以做类别的加种 还有收回的功能 小记要做之前要先做排序 小记在做之前要先做排序 重点是我跟你讲两位 来第一个出版社 既然这个工作表要出版社 所以呢这里要依出版社排 不过这里出版社我们已经排好了 来如果没有排好再做一次 资料里面的排序 这里要指定出版社 由A到Z就好了 好那就这个出来了 那这个工作表是以出版社做排序 所以选起来 把资料选起来 在资料标签点一下 最右边这边就有小记 小记之前要先做排序 点起来哦 那小记的时候问你 第一个看一下 你这时候分组小记的栏位要依什么呢 因为我刚刚是依什么来排 依出版社 所以这个箭头要改成出版社 第二个等一下预设会帮我做加种 加种谁呢 他看到里面有个数字是核记 他加这个 好所以这里唯一要改什么 依出版社做什么 加种核记 确定 那确定就长这样哦 就算出来了 文奎的出版社的业绩是 199,900 松钢 12,500 飞红 创意 那左边这边还有 进行的小记 左边你看一下 左边这边有三层哦 第一层 第二层 第三层 目前这个状态是第三层 在电脑世界里面呢 碰到减 点一下可以收起来 就变成加 加减一下就展开来 目前是展开的状态 你看我点哦 减 收起来了 文奎只看到这个哦 那我再点下去 松钢这些细目也看不见哦 点这个减 收合 所以文奎是这一个 松钢 再点减 哦 飞红 老师我想看文奎的细目 你点加再点一下 就可以看到细目 那如果全部要收起来 请你直接点第二层就可以了 第二层显示到什么 各类别的加种 跟总计 如果点到第一层 直接看结果 我们业绩这些 这第二层 分类做加种 那第三层是展开的状态 加减可以个别收合 来 我再做第二个 等地的地方 这个我希望用等地的方式 来呈现我们的资料 所以我把它选起来 这个工作表既然叫等地 所以资料要先做排序 告诉他 来 第二个层级删除了 这里要改什么 等地 那等地要加以丙定物哦 所以制定清单的地方 我们就选确定是甲乙丙定物 确定确定 好 这个是甲乙丙定物 来 在资料再选起来 这时候再进行 资料标签 排序完才能做小计 这次的小计 你不可以乱选哦 预设是抓左边第一个栏位 这次的排序是因为等地 所以要改成等地 那一样 等一下加总合计 按确定 一样又改来 来我直接切到第二层 来再来购买日期 选起来 这次就要依什么 购买日期排序 依照购买日期 由最旧到最新 没关系 排完了 这时候呢 再进行资料里面的小计 这次的小计分组 栏位请你帮我切成 购买日期 再点确定 哦 不同7月5号加起来 业绩这些 8月15加起来业绩这些 来收到第二层 那接下来价格 选起来 当然你知道了 我要做小计价格 所以呢 资料 这边要先做排序 告诉他 依 价格由最小到最大好了 那接下来在 资料里面的小计 这里就要指定什么呢 价格 加总 合计 所以呢 不同价格的业绩出来了 100 卖120块 卖150块的 加起来是卖这些 收到第二层 你看一下 我们原始资料 这个叫做流水帐 如果你透过排序跟小计 你看看 这是用出版社的角度 在看事情 各家出版社的业绩多少 这个是用等地的角度 在看事情 这个是用购买日期的 角度在看事情 这个是用价格的角度 在看事情 以社会在分析这种 做东西 实在太简单了 从头到尾 你都没有下函数 就把资料整理完了 如果今天公司给你原始资料 你有办法把它整理在 这用出版社的角度 我就知道 哪家出版社业绩比较好 那这用等地的 得什么讲 卖最好的 一等卖最好 也许跟价格有关系 日期什么时候卖最好 8 7 8月的时候 8月份卖最好 那什么价格会卖最好呢 250的 卖最好 来 请你试试看看吧